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尔石 上次说的那个梅姐在那个香港洗完户 然后要跑深圳去 其实大人呢,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这么来回折腾,孩子很遭嘴 因为孩子太小了 但是呢,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呢 自始至终孩子的爹也没出现过 就是大人物嘛 一般都躲在幕后 另外呢,这大人物吧 他也不是说就这一个女人,两个女人 可能梅姐在这儿歇货 他还有别的女人歇货呢 那歇货多了,他一一看,他也看不过来 总之各种原因吧 那会儿在深圳租了个房 然后那个弄了个飞庸 然后就是负责照顾月子 然后我那会儿就算回去了 因为我在那个梅姐租的那个小区啊 竟是那个香港人养着,包养那些二奶给生孩子什么样的 那地方啊,看着心里头闹心在一个,我也不能老在那待着 对吧,也当过某事儿 跟梅姐打一招呼呢,我就走了 走的时候呢,那个梅姐还关切的说了几句啊 说到时候,谢谢啊 然后呢,又给我拿了八方块钱 说这点钱拿上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跟着跑是挺辛苦的 然后这钱呢,我就拿上 然后 本来呢 也是我应得的 加上之前梅姐答应给我的 也都给我了 后来回到北京去啊 回到北京去呢 心里头啊 一直对这个澳门听主这个事啊 耿耿于怀 因为人 你一旦 我怎么讲呢 就是说甭管还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一旦你心里头有个目标了 或者说就有一个那个想法了 可能这个想法或者说这目标不是特别切合实际 不是特别切合实际 但是一旦你有了这个想法跟这个目标 你就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啊 人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啊 比如说是求财 或者说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求一个女人啊 脑子里头老想 有一天他要给我当媳妇了 是吧 就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就开始了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啊 男人也是 嗯 比如说 为一笔钱也好 为一个职务也好 或者为什么也好 一旦有这个机会了啊 你脑子里头就开始有这个影像了 就跟魔状似的啊 就就不实现就一直被这个事牵绊 但是呢 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什么事都只能一步一步来 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喜欢 凡事求快 老想一步登天啊 但是按照是 按照自然规律来说呢 凡事求快的事 所有都完蛋 啊 都完蛋 所以 一定要按照正常的规律跟节奏来 那会儿在北京 然后还是想要搞钱啊 因为 没有钱的日子确实太难受了 其实怎么讲呢 为什么我们普通人这么喜欢搞钱呢 就是因为 如果你要没钱啊 就不会被这个世界善待 他不像说在外国 说你没钱 你照样可以上学 照样有医疗 或者说你没钱 你也照样可以有尊严的活着 对吧 在这儿你就是没钱就没尊严 所以人人都想有钱 啊 然后那会儿呢 呃 我记得那会儿是快到欧洲杯了 还是世界杯了 然后那个 呃 我姑父啊 他是做生意的 就是做那个 旗帜啊 各国国旗啊 锦旗啊 奖杯啊 什么这种 然后那会儿呢 他那个生意呢 遇到一点点 也不叫平静 其实就是他想更进一步去发展 那会儿有一个网站叫阿里巴巴嘛 当然现在有 但是那会儿有一个阿里巴巴国际 啊 然后我记得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一年 会员啊 然后我姑姑出钱呢 就是说让我把这个会员给他 开办上了 然后上网上呢 帮他搜寻一些信息啊 就是有没有需要旗帜的呀 有没有什么 就跟他呢 跟他公司业务能对接上的 一些信息资源 那会儿呢 我就时不时的干点这事 当然会员呢 开通之后呢 还能干点别的 就不一定是他们公司的那些信息 什么信息都能查 那会儿呢 我因为之前做过外贸嘛 然后我就看 国外有一个厂商 就是他需要领带 就是领带 然后 就是有一个order嘛 下有需求订单嘛 然后我就去找 就去找到一个浙江一屋的 那么一个做这种 因为那边都是小商品的嘛 做领带这么一个厂商 啊 做领带这么一个厂商 然后 就跟他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之后呢 就等于我就中间偏份嘛 当时我记得那个应该是 两个货柜 两个货柜 20万块钱的利润差不多 就那时候 因为那会儿 我们加入WTO也不是很长时间 那会儿信息还不是那么的透明 然后 就是跟人家签完合同之后呢 然后找了一个有进出口权的那么一个权限的公司 啊 帮着给寄出去吧 当时发货的时候呢 我还在那个口岸那 一直看着 因为这个 前期的这些钱都在是我店上 啊 都在是我店上 啊 差不多有25个W的钱 然后人家那边收 收到货之后呢 他能把钱给我 啊 等了一个月 也没收拾钱 后来第二个月还是没收拾钱 那个时候有点心灰意冷了 就是不断的给国外那边发邮件啊 然后他们说那边正办清官呢 就是海关清官呢 然后 又过了半个月啊 钱终于到账了 这个时候呢 心情非常喜悦 那会儿我是第一次做这种 国际之间这种拼份 啊 然后 这头盔干 就 然后赶成了 关键是 等待那个那个时间太煎熬了 觉得已经都没希望了 就是这个钱 是不是被人骗倒了 这屁虎啊 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结果老外还是挺受诚信的 后来把钱给我了 拿着这个钱 我就想娶妈哥呢 再闯荡一番 因为那会儿呢 每个人对生活都有美好的追求嘛 对吧 那会儿 想买个小吃 那会儿就是 对奥迪A6啊 一直特别情有独钟的 然后 可能大家都喜欢分池饱满 但是那会儿我就觉得A6这车挺有意思的 然后想弄点钱买一个 啊 因为那会儿 周围很多人家里都买车了 很多人都买车了 我们家那会儿还没买呢 你那会儿 一说带孩子出去玩什么呢 都得坐人家家的车 不太方便啊 人家愿意让你坐 人家可以烧上你 人家不愿意让你坐呢 你也没办法 知道吧 尤其是看着人家出去玩 人家坐上车走 挺羡慕啊 其实人就是这样 看着别人有的 自己没有 心里就会不舒服 决定呢 就是拿着这个钱去那儿 拨一拨 然后呢 就很快就到了妈咯 到了妈咯呢 肯定很快就就就跑到菜场里头去了 到菜场里头呢 那一天我见着了一个老太太啊 说是老太太嘛 其实也没那么大岁数 四五十岁 顶多五十多岁 但是呢 输了一个特别长那种大长辫啊 就跟那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辫子错长 那个大长辫子 辫子 这个位置呢 记得要红头绳 我觉得这个造型 这都哪个年代啊 既然奶妈子还有 啊 然后 那个女的呢 看的面相挺苍老的 就是 哎呀 就头会有点白 发白 有白头啊 然后 但是就没有那么大岁数 就是 肯定平时挺坎坷的过的 让你这个 他的那份苍老和他的实际 没人不符 啊 然后那个 穿着打扮呢 也挺引人注意的 虽然说在妈子这个地方呢 你在的呢 奇妆一福 人也都见怪不怪啊 当然那天我就觉得 这人有点意思 啊 我看过他玩了几手啊 就是 就是几百块钱那么推啊 一看就不像有钱人啊 然后 这个女的呢 一说话呢 是广东话 啊 是广东话 然后好像还是香港那边的 啊 因为他跟那个 河关聊天的时候 河关是妈个人吗 妈个本地人 他是香港人 他们都说广东话嘛 然后好像都挺熟的 啊 完了 这个女的呢 就是挺谨慎的 每一次推的时候啊 都特别谨慎 当时我记着他 连红了三口 啊 然后就是 红完这三口之后呢 他的心情一下就爽了 就是一下子就是感觉他那个 惆怅的那种面容跟心情一下子就缓解了不少 啊 我当时就觉得 一下子就觉得上劲了 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点要来了 啊 因为这个人 你处在松弛放松的状态下 好运入你了 于是呢 我拿出缩了 拿出钱缓成缩了片 啊 开始跟着他一块推 啊 先推了两开 又红了啊 又推了五开 又红了啊 再推一打不六 又红了 呃 那个时候呢 我来来回回的跟着他推了得有七八口 到后来呢 我一共红了三点五个打不六 然后那个 书编呢 记红头绳 再剪了 就走吧 啊 就跟何官呢 说了几句话 我先走了啊 吃饭去了 什么的 还是干嘛去 就走 他一走 我就没有明灯了 所以我就得 重新再去找灯 啊 今天的视频呢 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 我继续给大家说 拜拜